萱嫩 Heyubu, 教大的同學大家好 我今天會比較用一個跨領域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比較跨領域的人 好,來分享一下我這幾年的一些心得 我之前是在拍紀錄片 我後來就是大概已經是2012年的時候 跟一群朋友一起發起GTV臨時政府 那我想問一下,今天我就要來解釋這是什麼東西 那大家腦袋可能要先把什麼是科技、什麼是功名、什麼是組織 這些可能都要先歸零 我今天會介紹一個比較不太一樣的組織方式 那怎麼樣參與社運,這個方式是比較奇妙的 那我同時也是兩個孩子的媽 這兩個是我的小孩 就是一個現在大概一歲多一個三歲多 所以我就是一個處於睡不飽的狀態 那我年紀沒有很小了,我是六年級生 所以我不是一個年輕的媽 那今天的重點,我是英語系畢業的 所以剛剛黃老師他是比較文學的老師 我就覺得很有親切感,因為我是念文學相關的 但是我大學的時候從來沒有拍過片 那我後來在業界有拍,就變導演和製作人 我做一些國際的紀錄片 那等一下我會大概分享一下 我大學的時候也從來沒有想過什麼是城市 那後來就是變成一個所謂公民科技社群的這個倡議者 我們在推廣什麼是開放政府,開放資料 那所以這是今天的重點 就是很多事情是我之前沒有做過 我就直接跳下去,開始從零來做 簡單講一下我的背景好了 我之前做過什麼,我本來是文青 就是,現在我講文青好像都是一個比較負面的詞 但是白鮮永老師就是個文青啊 他是個資深經典的文青對不對 所以我以前是在拍片,然後寫作,然後逛書店 那現在書店這種東西也都沒有了嘛 那以前我常常是在鏡頭的後面 所以現在有兩個鏡頭對著我就覺得 不知道哪裡怪怪的 那我以前拍過一些片子 例如說都是比較文學性的 就是藝術啊,人文類的 像林懷銘老師,我們幫他做Discovery Channel 一開始的一些台灣的系列 然後黃海黛老先生 大家知道黃海黛嗎 大家知道啊,就是黃俊雄的爸爸 所以就是現在霹靂的爺爺 就是祖師爺 那也做過一些前衛劇場導演的紀錄片 所以我以前在做這種好像比較 比較是藝術類的東西 那之前過的生活呢 就是到處跑拍片 然後出去跑完回來 就是一直在剪接室 沒辦法看到日光 就像吸血鬼一樣 那但是那個拍片的經歷 就是讓我很知道怎麼樣去了解 其他人他們自己的歷史 跟大的環境下的交錯 那後來我在拍片很久 變成一個工作狂 差不多那個時間呢 我奶奶差不多就快90歲 然後他就過世了 那我本來是一直希望可以幫他做一本 食譜的紀念的食譜書 但是我就沒有來得及做 這是我奶奶88歲的時候的樣子 她人生最後一次包粽子 我就帶著這個遺憾就送她走了 那這個遺憾讓我覺得 我好像應該再多做一件什麼事情 因為我想說要幫他做這個 他的口述歷史 我們家有一本他的口述歷史 然後我一直有在做他的師譜的紀錄 那所以我就想說我應該要重新去 去走他逃難的路 老師剛剛有提到 我們家居然有一本這樣子的書 就是有一個歷史 應該是中研院歷史所 他們幫我奶奶做的口述歷史 然後有畫出他當初的這個逃難的地圖 那我那時候就很心裡就覺得 我幫那麼多藝文界的大大拍紀錄片 可是我奶奶的歷史我完全都搞錯了 那所以我就決定我要去 但是拍片的人其實沒什麼錢 所以我就去申請雲門的流浪者計畫 其實蠻鼓勵大家可以去申請的 他到45歲以下都可以申請 所以其實還蠻多人都還有機會的對不對 45歲以下 他就是一定要獨自旅行兩個月以上 在亞洲地區都可以 所以這個計畫已經大概十幾年了 那我那個時候 然後我就去申請 然後我就申請到了 所以呢我就去了 去重新走我奶奶逃難的路線 走了大概三個月吧 這就是我在這個身上的地圖 就是很多地方是我奶奶沒有去的 我都偷偷的去 也不是偷偷啦 就是因為你都出去了對不對 所以就是出去走走 所以後來回來 大概再又醞釀了一兩年 我就寫了一本書 叫做劉衛行 那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圖書館 或是去買來看看 這個副標就叫做他的流亡 是我的流浪 那那個時候就好幾年前 因為我這幾年都沒有在從事文青的事了 我後來大概都在推廣公民科技 所以這好一陣子之前 那個時候有得了一些獎 所以這我滿認真在寫的 這個是我的前世今生 這是前世 所以我等會要來講今生了 所以前世呢就是 我就是覺得人文的東西 怎麼樣去爬書人的歷史很重要 那到了大概2012年的時候 我們就成立了這個社群 那我的角色 我的專長是 我很會說故事 像這本書我把逃難的歷史 然後把我自己的旅行和食物 就是我親自做了十一道菜 為什麼是十一道菜呢 因為再多我也不會做了 所以就做了十一道菜 我的專長是這個 所以後來我們開始在做 臨時政府這個社群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我們 我們第一次辦年會的時候的主題 大概大家會有一個印象 就是從一個文青 結果到辦這個年會的時候 我們有好多國家的朋友來 當時第一屆 我們現在已經辦到第三屆 兩年辦一次 所以已經六年了 主題有哪一些呢 開放國會 參與世民主 這是關鍵字 大家稍微輸入 就是運作一下 因為每個字都包含了 後面很多的意義 那3DU教育 這是唐鳳取的怪名字 就是在講 可能是把一些教育方面的 開放資料拿出來 像萌典 公民與科技 再來是那個時候 就是學運完 318剛結束的秋天吧 所以那個時候還會討論學運相關 然後再來是開放資料的運用 然後大協作時代 怎麼樣去協作不是合作 怎麼樣在開放的網路上 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然後協作 然後怎麼樣有運動 社運方面的心得樣貌 那有沒有覺得頭很大 有沒有 就好像一次被一堆字 就是飛過來 那所以我今天的講題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公民的科技 就是說相對於可能像商業的科技 什麼樣的科技 是可以屬於公民的 是可以公民來運用 是可以公民來檢視 而不是商業的公司 或者是政府來把持 然後公民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會談一下什麼叫做公民的科技 那等一下這部分我聊完之後呢 談完之後 我會再來談 那怎麼樣做一個比較科技一點的公民 可能相對於比較不科技的公民 就可能我就是看電視 然後我用Line 我就接收資訊 我不會去主動查核 那這些可能比較不那麼科技 那怎麼樣做一個比較主動的科技的公民 所以我們今天的分享大概是就分成這兩個部分 所以公民的科技就相對於企業的科技喔 那好 我接下來要考一下大家囉 這是1999年的電影耶 但是它是經典駭客任務Matrix 它這部片的主要的敘事架構是說 這個畫面應該是可以當作是一個切點 就是說這一群人他們要打擊這個虛假的母體 叫Matrix 然後一開始這個應該算是隊長吧 他就拿了一個藥丸 兩種藥丸 說你是想要就享受這個幻覺很美好的這樣子 像城市生活啊 中產階級啊 就是一切都很美好 還是你想要知道知識、自由和真實 它這邊講的是 knowledge、freedom、truth和reality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你就吃紅色的藥 如果你不想知道你想回到這個 好像表面的很OK很舒服的世界 你想回去過那樣的生活 那你就拿藍色的藥丸 那當然這個電影裡面的主角 他就吃了紅色的藥 那所以我會放這個的原因是說 我們想不想了解這個世界很多真實的樣貌 那然後呢 然後可以做什麼 那公民科技在這個紅色或藍色的藥丸之中 它又是什麼樣的角色 我覺得比較是偏向紅色藥丸 然後他還是希望去做點事情 所以如果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世界是 是這樣子 大致可以區分政府 政府部門 然後商業部門 然後公民的話 那以往可能是常常是上對下 那 但是 有一個例子是他一個人 然後就對抗了這個政府組織和商業組織的監控 這個人叫做Snowden 他好像也是2012年的時候吧 2012年的時候 他是CIA的僱員嘛 他就把很大量的五眼的這個聯盟 五眼聯盟就是英語國家的聯盟 他們在監控公民的這些很大量的資料 帶出來然後揭露 所以他是一個就是吹哨者 那 這樣子的人 他在進行這樣子的運動的時候 他還是沒有辦法一個人做 他雖然是一個科技背景的人 他沒有辦法一個人達成這樣揭露的這樣的任務 他找了兩個人 這個女生 他是 他是一個紀錄片導演 因為這個Snowden 他希望把這整件事情揭露 他希望女導演把這個整個過程都可以確實的說清楚 那再來是他找了一位記者 他希望可以把這個大量的資料呢 用一個有試讀的這個經驗的 跟媒體試讀有關有經驗的人 把一筆一筆資料變成一個 比較可以理解的故事再傳遞出去 那這整個行動大家都知道吧 我建議大家可以去查查看 好像中文叫史諾登 那他這個是前幾年非常重要的一個 關於資訊怎麼樣被人民掌握 那政府的監控跟人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他等於用一個很具有衝擊性的方式 把他爆出來 那在整個行動中他承受很大的壓力 那所以他在開放社群的世界 他是有一個蠻重要的位置 這個故事中文有一本書 叫做《政府正在監控你》這本書 裡面有提到我接下來要講的事情 史諾登說 他知道他這麼做會造之麻煩 後來有一部電影就在拍這個 那把這些消息公諸於事 也代表他自己的終結 那如果這些秘密的法令 不公允的赦免和統治我熱愛的世界 都不受節制的行政力量能夠被揭露 他就滿足了 那他接下來就告訴大家 如果你有類似的想法可以怎麼做 他說如果你願意幫助 請加入公開來源的社群 然後他括號說 就是做Open Source Community 為保衛新聞精神長存 網際網路自由而奮鬥 那最黑暗的角落 他們最怕的就是光線 那我這邊要刊物 這個時報出版社出的 他這個翻譯翻錯 他這邊寫公開來源社群 其實應該是開放原始碼社群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很關鍵的一個字 就是Open Source Community 開放原始碼社群 這個翻得真的有點誇張 因為這個跟一般使用的方式真的不一樣 所以看這本書的話 他就不會知道說 其實台灣有很蓬勃的開放原始碼社群 大家在關注網路自由 新聞自由 還有一直在努力編輯 類似維基百科 或是開源的城市 都很蓬勃 但如果看了這本書 看了史諾頓的故事 你絕對不知道 台灣有這樣的一群人 很大的一群人 在做這樣子的事情 好 那我今天就是要來講 台灣的這個整個開放原始碼的運動中 裡面比較跟公民相關的 就是局面臨時政府 在剛剛我們看到這個圖裡面 我們旁邊就會加了新的可能性 例如說開源社群 獨立記者 NGO吹哨者 但是我們現在面臨的這個 我們這個世界 這個時代面臨的問題 已經不是像Snowden幾年前 說只是這個政府啊 然後商業 政府部門和商業公司聯合起來 大規模的監控 就是用收集人民的資料而已了 已經不只是那樣 那些事情可能 就中國再做了吧 中國就繼續做 但是其他的世界 面臨更多 例如說假消息 假消息 現在是 大家都 各國都說 這是國安問題 假消息怎麼樣去衝擊民主的社會 再來是 資料被收集的這個問題還是很大 我們現在用LINE 用各種工具 你用Facebook打卡 你用Facebook上傳你十年前和現在的照片 你其實就是在為資料給他 去做你的人臉辨識 你是在為大量 大家是在為大量資料 給商業公司 讓他們去訓練他們的AI 可以把你的人臉辨識得更清楚 所以資料收集 這個也是越來越普及 然後大家的警覺性可能也越來越兩極 可能很多人沒有那麼在乎 再來是演算法 在我們的世界裡面 其實也越來越嚴重 像無人車慢慢也開始在路上走 台灣還沒有啦 那我們每天在臉書上看的 這個牆上的資料 也都是透過演算法 餵給你的東西 是吧 你有沒有覺得你都看不到同溫層之外 因為它就是要讓你可以 在這個bubble裡面覺得很舒服 好 那我就順便來問一下這個 挑提一下 來做一個調查 現在這邊使用Line的舉手 Line 好用Messenger Facebook Messenger的舉手 也很多 那 WhatsApp 沒有 欸有欸 那有聽過Signal嗎 有用Signal舉手 我 好 有用Telegram的舉手 然後 你是個阿宅嗎 我覺得你是阿宅 好 阿宅才會用Telegram 還有Signal是更宅 因為我有個很宅很宅的先生 他說用Signal就是點對點加密啊 所以別人都不會看到你的 就算取得這個資訊 他也沒辦法解讀 我說我們都在講 小孩尿布買了沒 我們幹嘛要加密 他說喔不是 所以我的另一半是一個科技宅 所以我會 我會 我會進入到這個領域也是有一些背景 那有聽過Tour的舉手 多層VPN就是他可以延藏自己的IP 他可以不用 自己的位置不會被追蹤 所以很多人權工作者 他們在去中國的時候 他們必須要來尋求科技社群的協助 那他們就會被推薦用這樣的工具 你去用QQ跟人家談到什麼書 你今天就是李明哲了 這個資訊的這個敏感度 在現在越來越嚴重了 那最後一張圖是我的電腦 我的電腦這個螢幕啊 我的電腦螢幕其實是那個鏡頭是貼起來的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你的電腦會被監控 所以我們很多社群的朋友都是用這個貼起來 然後有些國外的conference 他們就會送這個貼紙 你要用的時候再把它打開 那有興趣的話可以用紙膠帶貼一下 所以這些東西除了那個貼紙之外 其實它都是開放原始碼的 那個貼紙也可以算是啦 因為它就 它可能你就可以複製了 所以這一些工具 你們剛剛舉手的那些工具 都是 都不是open source的 所以line要揭取你的資料 或是facebook 你不知道它是怎麼做的 那open source的通訊工具 就是你可以去查它的原始碼 你不會查你就去找社群的人 你去找會寫程式的人問 但它這就是開放的 開放就是意味著 所有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得到 那這個精神呢 就是G20B的精神 所以G20B推廣的就是 開源的軟體 開源的行動 開源的文件 開源的圖 這樣子的開源 才有可能是去開放協作 然後再來 有可能 我們一開始的那個口號 當然是要韓響亮一點 但是有沒有做到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社會 也包含國際的社會 這五六年來變化真的很大 那這整件事情是怎麼開始的呢 這個就是一開始 G20B臨時政府的社群 發起人們看到然後很生氣 那個時候其實很多人都很生氣 不只是公民科技界的人 那你們覺得看到了什麼 做就對了 但做什麼 然後這個廣告好像花了快一百萬 而且它有一分鐘版 一分三十秒版 就剪了很多版本 然後它上YouTube很快就被下架了 就是有人檢舉它是詐騙 這是政府的廣告 然後就下架了 那很多人就罵 那當時有廣告演員說 他被Cue去拍這個 然後他就是做了很多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他完全不知道他在拍什麼 後來被剪出來 他才知道他做了這樣子的廣告 所以剛剛提到快一百萬 那有一些工程師就想說 那我想要知道政府到底怎麼花錢的 那就要去看預算 對不對 那預算是長怎麼樣呢 一看不看還好 一看就覺得天哪 怎麼會那麼複雜 所以這個廣告呢 它就激怒了某一些人 然後這某一些人 他想要做一些比較實際解決問題嗎 或者是先去了解問題的事情 那就是GTV臨時政府的第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叫做 中央政府預算視覺化 那這就是一個從憤怒怎麼樣轉到正向的協作 而不是憤怒然後貼一篇罵文 然後轉貼就結束 所以這些工程師呢 花了一些時間去看 中央政府總預算長什麼樣子 大家有看過這個嗎 是長這樣耶 救命啊 它是個PDF檔 它不是一個PDF檔 它是很多很多的PDF檔 這個就是後來做成的 每一個不同的顏色就是不同的科目 所以我們可以從顏色大 還有圈圈大小 就看出每一年度的預算的變化 然後有不同的檢視方式 還有鳥看圖 有方塊圖 然後還可以計算 這個預算是可以幾份營養午餐 大家不是都很喜歡用這個 當作計量單位 所以這個預算視覺化的專案 花了大概三四個人三五天 在一個活動裡面 一個比賽性質的活動裡面 就把它做完了 大家就覺得很振奮 因為至少你知道預算 你一眼看過去 你大概可以知道 黑色的是去年度沒有的 那今年度有是為什麼 你可以很快的去找到一個可能的切入點 再接下去研究需要研究的問題 那這個可能是公民參與的第一步 或是第零步 那這個就是從資料 它不是開放的資料 它就是 它就是在某一個網站 政府單位的網站上 一個PDF 然後你需要把它爬下來 爬下來之後 再把它變成機器可讀的資料 然後再把它套到視覺化的套件 然後再把它輸出來 然後可能還需要媒體 或是其他的人跨領域的去解讀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專案 當時是獲得了大概五萬元的獎金 然後這群人就覺得 啊 獲得五萬元 我們花了三天 就把它做出來 還得了五萬元 就去吃一頓很好吃的燒肉好了 然後就去吃 吃了很多很多 我也有去吃 很多很多 然後吃完了還剩下兩萬多 沒有花完怎麼辦 那就想說 既然三個人 三五個人 花三五天就可以做出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把剩下的錢拿出來辦黑客松 辦 大家都來寫這樣類似專案的東西化 那是不是有更多的類似的東西可以出來 所以就因為那個燒肉沒有吃 沒有把錢吃完 所以就開啟了這個 已經將近換七年的這個社群的旅程 如果當初把那個錢吃完了 可能就沒有了 那剩下兩萬多呢 我們第一次就開始辦了類似這樣的活動 黑客松 距離民的黑客松呢 形式就是 我們會供應很多很多吃的 然後大家就帶腦袋 然後電腦 和開放的心來 然後就一整天 所以你看這些人 可能都是一開始不認識喔 然後他們就來 然後就一直在討論 我們到現在為止 每兩個月辦一次 從2012年到現在幾乎沒有停過 兩到三個月就辦一次黑客松 然後現在大概有五百多個提案 那可能就有三百多個專案的坑主 專案的提案人 那已經有超過大概 貢獻者就大概超過兩千 那現在聊天室上大概有四千多人 所以它這是一個 一直都存在 然後一直都有些活動 一直都有些貢獻的一個社群 簡單來說大概有分成三個喔 Open Source 比較公民可以使用的這個程式 Hands On就是 動手 就不是只有說 你就要動手 做一些東西出來 那最後這邊是 Public Spirited 就是要 比較是給公共性質的事情喔 所以這三個圈圈 就是GVE臨時政府 從頭到現在的一個 一個還蠻準確的方針 那你來然後只有講話的話 大家可能就覺得 好像得要做點什麼吧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開圓 然後開放 然後再來就是開幹 開幹很重要 這個是一位鄉民都來的作者 他有來過台灣好幾次 都來參加臨時政府的活動 他就說 黑客松的作用 我等會我會解釋一下 到底什麼是黑客松 所以我等會我會解釋一下黑客松 如果今天講完 你還覺得很有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來黑客松玩 我會說玩 因為真的很好玩 動腦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那黑客松的這個作用呢 是對問題有更透徹的理解 它不一定是要產生能動的程式 而是你要在參與者之間 累積一些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就是我認識 你認識我 我知道你在了解 我知道你想要了解什麼議題 我在關注什麼問題 我們有沒有一起去解決這個事情的 一切合作的基礎 那這些是合作社會的資本 所以 因為黑客松其實在累積人跟人之間的連結 那這個連結呢 慕名其妙台灣社群就變成一個 在世界上還蠻大的社群 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紅色這一坨 這是美國的Code for America社群 他們就是有錢 然後有做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他們這是貢獻度的一個視覺化 所以下面那一坨是美國 美國有一個很大的基金會在推動開放政府的運動 然後呢 左上角那一群花花的 它是歐洲的 歐洲的一些開放資料 開放政府的社群的貢獻 所以也是 它比較分散也是蠻多的 然後你們看到橘色 右上角這橘色一坨 如果它是粉紅色就很像福壽羅了 這一坨全部都是台灣的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台灣的 這個公民 用科技來公共參與的人 是多麼的爆肝啊 就美國是他們那麼分散 那台灣這麼小一個地方 社群的活動力是這麼的強 那我其實會覺得我們這是在 這過去幾年是在修理我們的這個民主 因為我們的民主還很年輕 而且有很多的挑戰 那所以台灣的這個社群 在國際上是很知名的 那國際上的知名是說 為什麼台灣 他們的疑問都說 為什麼台灣可以那麼持續 一直都會有這樣的貢獻 當然它不是那麼跟很多使用者直接相關 可是很多創意是還蠻翻轉腦袋的 我等會也會再一一分享 所以這整個運動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是什麼 是開源 我大概再深入一點點再解釋什麼是開源 開源我如果用一個不是阿宅的用語來講 會是說你做好一個東西 你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可能那裡就是網路上 然後其他人可以拿去用 因為你是開放的授權 然後他用了之後 他拿過來把它改得更好 再繼續放出來 可能是同一個版本 可能是不同版本 那這樣子的精神 如果我們讓他重複 這樣流程重複N次 這個就是一個好的開源的循環 所以開源在過去十多年 他有好的授權的方式 在更久以前是沒有的 那在程式的話就是 Open Source 還有MIT阿或是BSD阿 各種你可以選 那在文字或是其他 音阿圖片阿 你可以用Creative Comments 所以這兩種的授權 開放的授權 是整個這樣子的社群 你怎麼樣開放的 跟很多人合作 可以成立的一個基點 不然你做一個東西 然後有人就把它拿去 然後包裝好 然後說這是他做的 其實這就叫做收割 但是在開源界 你不太會有被收割的 這樣子的可能 你做的貢獻 你就是會在這個貢獻的紀錄上 所以你的每一個貢獻 都是可以被社群的人檢視的 你不會很輕易的 你做一些貢獻 然後別人說你是志工 然後最後有個投人出來說 這個運動是我帶領的 我做的 比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但是他當然也有其他的 不同的文化 有這樣的基礎 群眾 群眾 這個好像是很久以前 投票的造勢現場 那個造勢現場 是不是都主持人在上面喊說 要喊那個什麼 要喊一下 洞算洞算 下面就洞算洞算 然後你喊完 好像就回家就結束了 那現在可能就是 不是洞算 就是在家裡按分享分享分享 然後就結束了 可是在 我覺得在新型態的 未來的公民的運動 它可能是可以 或我們現在就已經在這麼做 就是你從使用 變成到去協作 所以這樣的概念 然後配合我們剛剛一開始講說 第一個專案是在做開放資料 就是中央視覺 總預算 視覺化 好長的名字喔 這樣子的精神 這樣的實作方式 遇到了大的社會事件的時候 會怎麼樣 因為前兩天是一個重要的日子 是318 那318的時候 大家好像都還是高中生吧 318有在現場的舉手 都沒有欸 老師有欸 老師舉手 都沒有嗎 一個都沒有 那有在線上看直播的舉手 有 阿宅沒有 阿宅變成全班的焦點 但是大家知道當時發生什麼事嗎 對不對 就是馬英九政府要簽服帽 我還是簡單背景提示一下 馬英九政府要簽服帽 但是服帽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他沒有辦法說得很清楚 他就是說 Z大與B 那時候就講Z大與B 其實利大與B 那利大與B就是韓瓜 全部好像都利大與B 可是實際上是這樣嗎 那後來學生就進入了立法院 去佔領立法院 那立法院裡面就 跟外面的通訊就中斷了 所以中斷了之後 這個聯繫也很多中斷 所以政府跟人民之間的溝通中斷 那佔領者跟在外面的民眾的溝通也中斷 那所以很強調這個開放資料 可以協作溝通的這樣的社群 當時在318期間就做了一些事情 我會說它是一個自主的有機的街頭貢獻 所以我們剛剛講了幾個問題對不對 例大於B嗎 那到底怎麼樣去檢視 是真的例大於B呢 那我們就回到資料 政府提供什麼資料 還有配合其他的什麼開放資料 我們可以去檢查 可以去了解 像福茂那樣子的服務協定 簽下去之後是誰會受到影響 所以當時有一群人在2012年6月 2013年6月的時候 就跟賴律師賴中強律師 就在討論怎麼樣用資料來呈現 那這個專案的名字 後來叫做你被服貿了嗎 它是一個資料庫 那這資料庫裡面吃了好幾種資料 第一種就是政府釋出被影響的行業別 但是行業別跟經濟部中央企業這邊的行業別 是鬥不起來的 跟統一編號也鬥不起來 所以呢就有一組人不眠不休 在那個佔領後期不眠不休 把這個網站弄出來 他把三四種資料庫把它Mapping 可以對應 所以你只要在這個網站上 你就輸入你的公司的投影編號 然後你就可以得知你有沒有被服貿 下面呢就是那個服貿的協定 針對這個行業的實際的條文 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是一個算是忠實的呈現 它就是資料對照 然後呈現出來實際會發生的事情 那這個大概做了八個月 那這個在佔領後期就上線了 所以這是一個開放資料 可以怎麼樣去了解政策 了解對人民的影響的一個公民科技的產物 那再來是剛剛說的 就是裡面跟外面就斷了 所以當時就是有一堆人 就是輪班去守一條光纖 就是牽了一條光纖進去到立法院二樓 然後就有可以用的網路 所以就對外的直播啊都有建立起來 再來是有新的媒介 那時候很多直播 所以很多直播網址就到處都是 那這個有一個工具叫Hack Folder 它就會有點像是活頁本 有興趣可以去查 如果你們工科太多 網頁太多 其實也可以用這個 這個網路活頁本的概念 把網址收起來 所以這個可以開放協作 所以當時很多人 就輪班去更新這個直播的網址 好 所以當時做了很多事情 這只是我羅列了兩三樣 那它包含了這個開放資料運用 包含了實際街頭上的這個支援 網路的支援 作為一個公民需要去傳播資訊 所以網路是基礎 那這個基本上的實作方式就是自足不畏 沒有一個大統領說 好 你去幹嘛 你去幹嘛 沒有 大概都是很自主的說 我發現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可以怎麼解決 我上網 跟大家分享我的解決方案 然後我問 有沒有人跟我一起去 然後就去 所以在這個社群 在具體的318的這個事情裡面呢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在做 那大部分呢 這個過程都是遵循的基礎的一些原則 例如說要開放 你做的東西要開放 然後要公開的討論 然後可以自主的加入 所以我們就會說 這個其實是一個 這有點冷耶 就是一個人乏術很累 小明說乏術很累 所以要分身乏術 好冷喔 而且沒有人笑 有啦 有人笑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分身乏術的一個運動 就是因為在這個社會 目前都是一個公時很長的社會 這不可避免就是一個公時很長 所以不太可能有人真的很長時間去做這些 這些公益的貢獻 所以我們需要用一個切開來的任務導向的 然後可以開放性的組織去完成一些事情 那在這樣子的性質其實在Wikipedia 或是在開放街圖 它都是一個形式喔 一個網路發展之後的一個形式 那只是說均勵力社群它發展出一個台灣特色的這種公民的貢獻 那這樣貢獻也慢慢地跨出我們現在看到剛剛 除了這個例子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喔 好所以我接下來想要分享 就是怎麼樣可以成為或是可以試圖去瞭解 什麼叫做科技的公民 我們剛剛講的是說這一些的科技 是可以運用在觀光性質比較高的事情上 所以它的重點是開源開放的授權 所以很多人可以來用 好那個重點是在這個科技的東西上 物件領域上 好我們現在把主詞呢慢慢回到人 好我們要怎麼樣成為一個公民的科技 好當然就是你用LINE的時候 你要知道有可能被監控啊 這就是很基礎的敏感 再來要做什麼呢 我覺得這就是下一步 那我這邊會想要介紹一下 新型態的組織的可能性喔 GDP是一個沒有一個中心的社群 這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說沒有人能夠完全代表這個社群 但是這個社群非常非常多的任務小組 例如說我是負責辦黑客松大松的這個任務小組 叫九松 有些人是去做各個不同的專案 所以每個人他代表他的任務小組 但是這個是一個開放性的組織 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願意說他是GDP社群的參與者喔 那這個一開始是我們在想要做比較大規模的 希望很多人來參與然後來做事情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發現啊 這句話是我講的 就是說GDP的MOTO MOTO是座右銘 座右銘其實結合了甘乃滴 甘乃滴說什麼 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什麼對不對 那還有校民的精神 校民是說先承認你是你朋友 現在還有校民這樣說嗎 就誰發文說我朋友最近有那個情感問題 我想幫我朋友問一下 然後那個推文或是回文就會說先承認你是你朋友 那GDP的這個MOTO 座右銘就結合這兩個 就是沒有人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不管這個是什麼 可能是去拉網路線可能是去做直播或是做那個預算式的話 先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先承認你就是沒有人 大家有抓到那個關鍵點嗎 因為沒有人是萬能的 沒有人是萬能的 都沒有人笑 你們有抓到那個雙關語嗎 在GDP的那個slack就是聊天室上 有一個機器人 就是你如果說有沒有人跟我吃飯啊 然後他就會回說沒有人是萬能的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沒有人 你們到底有沒有抓到啊 有抓到舉手 所以沒有人這個字是一個 一個去怎麼樣去大規模的草根的 開源的動員的一個梗 那這個梗呢存在在這個社群很久 那因為這個沒有人的概念 它其實是讓這個主體性是更分散的 更可以不同的人大家都可以說 我就是GDP的沒有人 我就是做我貢獻的那個專案 它即使是一個某個專案的大大 我們都講大大 它還是會說我是GDP的沒有人 因為它也大家都知道 很多事情是需要很多的人 一起來貢獻 然後一起來完成的 所以當你說我是某個大大的時候 其他人其實就開始會覺得 我不是大大所以我不敢做 所以這樣子的一句話 它其實鼓勵了蠻多 像學生 你們 他在社群他不知道要做什麼 可是每一個人都說他是沒有人的時候 就其實是鼓勵了所有人 他都可以去做點什麼 他去認理 去找出一個bug 好了就是回報一個錯誤 這樣也是一個貢獻 你只要在這樣子的貢獻的循環裡面 慢慢的找到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這就是一個沒有人的精神 所以沒有人的精神 通常我到這邊我就會邀請大家來跟我一起默念 也可以念出來啦 開源心經 就是貢獻貢獻 請來貢獻 一起來貢獻 然後你最後你的信仰是什麼 就都可以 你可以歐彌陀佛 或是我們會拜一個開源大名神 開源大名神是我們亂周的 就是很多事情開源 那開放的精神會 會庇佑我們把這些貢獻 可以不被收割 可以繼續傳下去 然後可以看了這些成果 再長出自己的生命 所以像這樣子的沒有人精神呢 就刺激了不只是寫程式的人的貢獻 例如說這個是一個技能貼紙 你們可以找到自己的技能嗎 裡面有這個 有一些程式語言 有點小 有音樂 有沒有看到音樂 還有醫療 還有科技 還有影片 還有Nuclear 這個整個還有一個白色的 然後還有一個鏟子有沒有 那個鏟子就是挖坑 就是說很多坑 很多任務就是一個坑 所以你要把人家推下去 那這個技能貼紙呢 就是我們在黑客松的時候 讓大家可以去拿 所以你可以在你身上貼貼紙 讓大家很快的認識你 所以你不是帶著你的 原來的社會的這個身份來到這邊 不是說我是一個政委 那以前有政委來到這個黑客松 然後他就上台來報告 然後就上台 政委都會說 大家好啊 我今天其實我想了很久 要講什麼 然後呢 所以我今天要提什麼案 我們就趕快跟他講 不能講那麼慢 因為你就算是政委 你就算是總統來提案 你也只有三分鐘 所以在這樣子的場合 你就是拖掉你原來的這個社會的身份 那你的認同你有什麼技能 你在這個場域 你可以貢獻你什麼技能 所以一個政委來到現場 他可能要貼 例如說法律的這個技能 那他就是一個法律的貢獻者 然後他上台 就要跟其他的貢獻者一樣 不能講那些玩腔廢話 那就趕快把他的提案講出來 然後他要找什麼樣的人 那這個貼紙就是一個設計師 他全部都是他畫的 然後就現場 我們就放很多這個貼紙 所以這樣子的很多細節 我們從沒有人這個梗來開始 然後呢做這樣的貼紙 就是希望我們在虛擬的這個 虛擬的線上嘛 那實際就是黑客松 可能就是實際的活動呢 就是要一邊寫code 也可能是文字 然後一邊吃東西 我之前寫過食譜書 所以我們就是很在意要吃 吃的好 所以在這個虛中 扣中有吃 吃中有扣這個虛實的這個交錯中呢 我們就會慢慢的發現 這樣的社群其實重點是這個字 就是每一個人都要有個坑 你可能可以來幫忙寫一段文字 會拍片的人可以幫忙拍片 然後每一個事情希望都可以把它貢獻出來 所以 而且不是一個坑喔 這個社群是多中心的 你不能用一個傳統的NGO來想像 所以呢它就會演化成這樣子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坑 那很多的坑是分佈在非常不同的領域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介紹 G01的這個社群 它沒有一個辦公室 然後有理事長 然後秘書處 不是這樣子的喔 它的運作方式是 我們有很多人 很想要貢獻的人 對這個社會有一些不滿 有一些想要改進的人 然後呢我們固定會有松 松就是黑客松 就講那個一整天都供應食物的黑客松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講這個坑 所以你在這樣子的場域 你在這樣的社群 會碰到什麼樣的人 可能一開始就會碰到城市設計師 然後影像工作者 例如說我 然後NGO工作者 然後有些是政治工作者 然後文化媒體 其實很多不同的領域都會來 現在也蠻多環境工作的朋友 一整天黑客松的進度是怎麼樣 兩到五分鐘體驗 後來就是固定三分鐘啦 所以誰來都是三分鐘 然後大概每一次都會有十五到十八個提案 那早上就是九點 九點多吧 九點在中研院的這個資訊所 就是一個很遙遠台北的南港 很遙遠 所以會到星期六早上會長途跋涉 到南港還來參加黑客松的人 通常都會待一整天 而且我們那邊有提供吃的對不對 所以提案完 十幾個提案完 就已經是跨很不同的領域 提案完 中間就開始hack 就是開始工作 分組工作 所以你可能可以帶著自己的團隊 到黑客松來繼續再找人 你也可以就單槍匹馬 你就是提一個想法 然後可能現場就會有人來找你 說我對你那個想法有興趣 我想跟你一起做 那當然也有可能沒有找到人 那沒有找人就可以去加入別人的工作團隊 所以到五點的時候 就是十一點到五點之間就是分組的工作 然後呢就五點就成果發表 那成果發表我第一次辦黑客松的時候 我想說天哪 只有一天 就是早上十一點到下午五點 而且星期六大家不是都會 就是有點度假的感覺嗎 一定不會有人上台成果發表的 我錯了 而且我錯一錯就錯了六年 每一次都會有人 當場就寫了一大堆程式 然後就是五點的時候就會有成果 所以這就是一個協作的運作方式 就是你先來分享 你從分享開始 然後變成是參與 重點是怎麼樣找到問題 我們來黑客松不是來提說 其實教育有很多問題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 我們不是來探討問題 那個探討問題的工作 你可以在事前就先做 你可以開工作方 你可以找人先揪小的黑客松 你可以去開演講 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但是你到現場 你就是來把你的問題說清楚 然後你想要做什麼樣子的串聯 然後我們希望最後可以生態的形成 所以我們今天是20號 我們上上禮拜才辦了 我們才辦一個黑客松 那這次黑客松的名字 就是票選出來的 讓我們的贊助咖啡的公司 好像內部有點討論 但是因為是票選的就這樣 我們的黑客松名字 這次叫做 不顧北京反對 然後底線 底線呢 就是你可以寫任何東西 下面就有人想說 想一直吃滷肉飯 因為那個非洲竹文嘛 所以我們就想要 不顧北京反對一直吃滷肉飯 或者是不顧北京反對 第七四八號的事情吧 或是剪刀槍 這就是一個 每次的這個黑客松名字都有點怪 那這次的黑客松就是在3月9號 那剛過 所以下一次我們應該是 確定會在5月25號 每一次都是禮拜六一整天 所以大概兩個月一次 下一次就是5月25號 我沒有看到有人把它寄下來耶 寄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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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5月25號 有興趣的話可以可以來 那黑客松 黑客松具體來說 我們一開始的 一開始的精神 你看我用 我一直用不同的層次來講 黑客松這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黑客松 距離的這樣子 公民性質的黑客松 跟外面比賽性質的黑客松 不太一樣 所以我可能用 活動的形式啊 還有它基本的精神啊 或是它背後的意義啊 不同的角度來談 那我這邊想要談的是 一開始的切入點 這個是我們政府的這個運作 我這是剪圖啦 我們政府運作 它會產生非常多的資料 那在過去我們有公開 公開資料法 政府公開資料法 但是政府公開資料 是公開的資料 它跟開放資料有很大的差異 那簡單來說 開放資料 是機器可以讀 所以後續人 可以很快的把它拿來做其他的應用 所以在這幾年 就是在六七年 大家開始在提倡說要開放資料 要政府有這個 有效率的 有規模的 有方式 來把這些資料釋出 那現在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太多的進展 在318之後有一些啦 但好像後來就不太有進展 那所以黑客松就是希望把這些資料 政府沒有開放出來 就人民去自己把它爬下來 寫帕蟲 這邊會寫帕蟲的舉手 這邊沒有資訊系的嗎 寫帕蟲 好 會 你好 剛睡著然後聽到會寫帕蟲 就起來舉個手 很好 這樣就很OK 因為你需要寫帕蟲的時候 你再出來 寫帕蟲把這個資料爬下來 然後呢 再把它變成其他可以應用的東西 這就是這個社群一開始最單純的出發點 因為後續的這個應用很多 那接下來我又要用那個關鍵字來砸大家了 因為這個過去幾年 這個媒體、政府還有公民的這個結構都很不一樣 所以公民科學或是公民科技 可以涉入、可以參與、可以影響的領域 也慢慢拓展 我幾年前看到的這些字 可能都還是空中閣樓 可是現在其實這些東西 都已經進入到很多開發的 實際開發的團隊他們在做 幾個關鍵字我們慢慢 稍微慢一點來看一下 大概可以分成四個大方向 就是我們現在內容產製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可以運用的工具可能也不一樣 例如說飛行器它可以收集資料 機器人它可以 現在有些新聞已經可以用 機器人來寫體育新聞 然後deep learning 跟內容產製方式可能也不一樣 那題材的收集 例如說很多sensor 農田裡面的這些氣候的資訊 可以用sensor來收集 這件事情也已經在發生中 我就不是只靠中央氣象局 那群眾的資料怎麼進來 這是題材的收集 那資料怎麼運用 例如說有些NGO組織在看 政治人物的政治獻金 利益團體的揭露 政府公報可以看出什麼端倪 這是資料的運用 那再來是媒體的基礎建設 例如說事實查核 現在事實查核就是一個 好像很該做 但是又做得很沒力的事情 所以這四個大方向 內容產製 題材的收集 收集回來之後怎麼運用 還有一些對於媒體 網路中立性 那這些網路跟草根的社群 網路的工具跟草根社群 有沒有這個數位落差 這些都是這個社群 在很多不同的團隊在想的事情 我看到有人這樣子了 我也很想這樣子 因為這看起來就是很大 對不對 那科技或是公民的科技 可以在這樣子的時代 我們要面對就是 獲得資訊的方式改變 產生內容的方式也改變了 像我以前拍片的時候 我們是可能 我們一次都拍個一年吧 就是拍個拍很久 一年的製作期 然後製作期 那個經費就很大 然後很正規 就是你要 反正就是一切都要很正規 然後你要剪的過去 剪接師會說 你這樣剪不過去啊 那但是現在在製作影片的時候 不太一樣 YouTuber可能很快一年可以產生兩百支片 我那天看到那個上班不要看 是不是 有人在看上班不要看嗎 有 因為我前兩天看到 上面不要看的走鐘獎 他們自己辦了一個獎 叫走鐘獎 他們一年就生產兩百支影片 那他們的點閱率 訂閱率是五十萬 雖然不是台灣最高 可是這個產業已經慢慢的在改變了 那他們製作影片的方式 跟傳統的媒體 花一整年的時間拍一支四十六分鐘 四十六分鐘是因為要砍掉廣告 可是現在廣告根本不是這樣算的了 所以廣告的方式 他收視的方式和製作的方式 都不一樣的時候 到底要怎麼樣來面對 那當然產業會有產業的解決方式 或是還沒有 那我這邊會提供一些光明科技 曾經嘗試過的各種的例子 來給大家有一些 比較是不同領域的 比較具體的想像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那些 做事的方式 然後這些精神 然後又開源 實際上會是怎麼樣 好 例如說剛剛就是講這個 預算視覺化嘛 對不對 就是泡泡圖 那他很漂亮 然後很炫 那一開始是紐約時報在做 所以紐約時報他們已經花了很多錢 但是我們台灣就是 就是這種很熱血的 就三五個人三五天 但是這個東西是開源的 所以後來他的發展是GTV先做 GTV他就是一個 待用政府的概念 就是說 待用咖啡就是我先買了咖啡 如果要我先付了錢 我先有了咖啡 如果有人需要就拿去用 那待用政府就是說 如果GTV是民間的團體 社群先做了 我們的用意是 政府如果看到喜歡 就拿去 因為那個東西也不用來問 因為那個授權就在網路上 就在Github上 所以你只要找得到人 把他fork出來 政府你就直接拿去用 所以後來在15年17年的時候 那個柯P他就找了人 台北市的這個預算 就把他做出來了 然後香港的主場新聞已經收掉 還有高雄市政府他們也有做 所以這個就是 就是公民可以參與的初期 那這個要往後接到底是什麼 所以才需要更多的思考 我這邊就會每一個專案 我會寫一些反思 例如說這個限制 這個限制是 他真的降低了參與門檻嗎 我們看了那麼多泡泡圖 那然後雷 所以這個就是公民科技 這樣子的公民科技的專案 下一步需要思考 那再突破可能 會不會是跟議題團體 例如說我們來找 因為我是個媽媽嘛 所以我們來找 例如說公園的議題的團體 來討論我們的公園的預算 也許新竹市 台北市的公園預算是怎麼花的 是花在什麼項目 是花在那些塑膠鋪面嗎 還是什麼 那也許就是要往下再審根 那就可以跟地方的團體來做結合 那個就是公民 在網路上的這些公民科技 再往我們現在都說接地氣 好 那這個專案 開源益支 它的那個slogan是 自己的手自己硬 自己的手自己硬 這個是今年獲選這個 GV公民科技獎助金的一個專案 它就是開放硬體的概念 所以它的這個3D的模型是開源出來 那它這個團隊也會去幫忙做 就是不同的 有需要殘障的朋友 需要做抑制的人 他們來訂製這樣子的手 那國外商業公司 一隻手大概賣100萬 那他們可以在40萬以下就可以做到 所以那它 你如果有這樣子的3D的模型 然後你就可以去找 它的理想是你可以自己去找那個 例如說3D印表機的lab 然後你就自己把它印出來 那這個 因為現在才剛開始做 所以限制在哪裡 在突破是什麼 我們也還不知道 它也許會踩到這商業公司的雷 可能商業公司說 你們做開放的 那我們要賺什麼 可是這個團隊就是說 它希望它可以研發這些科技 這些技術 所以這些商業的公司 他們也可以再增進他們自己的技術 因為商業公司可能 都不太願意再花錢再研發了 可是這些人非常熱血 他們之前都是沒有酬勞 再做這樣的事情 那這個是一個例子 所以開放的公民科技 它不一定是寫程式 它可能是硬體 那我剛剛有講到農業 農業的硬體也是還蠻多人在嘗試的 所以你大概可以慢慢想像 有些是在監督政府 有些是在做本來都是商業想像的事情 可是它是可以有公共的色彩在裡面 好 那我們再講一個 還有兩個 投票指南 我們這邊已經有投票權利舉手 現在是幾歲啊 是20 OK 好 那有聽過投票指南嗎 投票指南 網路上的投票指南 那其實16年就有立委投票指南 然後18年有做議員投票指南 那投票指南它這個專案就是 比較是把各種開放的資料 例如說這個已經當過議員的人 他的初缺席 還有他的初缺席紀錄 還有他的這個投票紀錄 他對某些議題的投票紀錄 還有他的財產申報 還有他的政治獻金 全部都整合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檔案 他的那個個人檔案裡面 就可以看到這一些 那還有包括這個配合款 配合款就是常常會說 就是給議員可以自己來配用 有人說是綁莊的錢 所以他把所有的可以找到相關的資料 都放在裡面 所以你在投票的時候 你就可以來看 那他的slogan是說 不要盲目投票 不過這個議員投票指南的是開發者 在去年1.1.24事件之後 他就覺得很消沉 因為很多公投的這個結果 可能跟他想像的差距很大 那他就有點消沉 你們都沒有反應 有嗎 你們1.2.4之後 有任何情緒上的波動嗎 1.2.4是什麼 因為有人現在沒有投票 1.2.4就是那個上一次的投票日 那公投就是很多有實體嘛 那這個投票指南的開發者 他是實體共股 那我也是實體共股 我們好像公投都在考試一樣 所以這個限制呢 就是說開放資料 他真的能夠影響投票行為嗎 因為很多人可能 他一開始就想好投誰啦 他也不太想要再去查這些事情 那這個都是滿挑戰 我們做什麼樣子的公民 這樣的工具到底跟我們公民的角色 有什麼樣子的互動 流浪者計畫 就是要好好寫那個企劃書 然後真心的相信自己要去做 然後就去投稿 我就是在最後一刻把它寫出去了 因為我本來想說我不會傷 但是我就是最後一刻把它寫出去了 然後丟出去 那還有人說 11點到5點寫一對扣很稀奇嗎 教大資工歡迎你喔 好 很棒喔 我們有那個教 我們其實社群就是 那個中間分子都是教大資工 對 他們不覺得11點到5點寫一對扣很稀奇 他們都是5點6點完吃完飯回家 繼續寫到明天的 對 因為我們這個社群 已經慢慢有人有小孩了 所以沒有辦法辦兩天一夜的 那個美竹黑客松 今年據說要辦比較偏向公民色彩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報名 那個美竹黑客松 我來幫美竹打廣告 剛剛一時 沒對到318跟太陽化 我有看直播白阿宅 喔 你看阿宅 阿宅還據名留言 好 C-Con早就沒票了呀 對 C-Con沒票了 然後我今 C-Con應該會有直播吧 大家知道C-Con嗎 C-Con也是辦了六七年的 學生計算紀念會 那我今年也會主持一場 那講的是演算法 就是這一次主題是開箱演算法 就是說我們其實是生活在一個 演算法的社會 我們被很多演算法決定 那演算法也幫我們決定了很多事情 那當然剛剛講的像Facebook 或是未來的這個 無人的任何東西 然後人臉辨識 那這些都是演算法的範圍 那C-Con 對的確好像沒票了 C-Con就是 都是千人的規模 今年好像也辦到了900人的規模 再來講一兩個案例 好 那這個是美國的 美國的GTV黑客松 美東 美東他們自己有一些 留學生 然後還有一些創業的人 在那邊辦了美東黑客松 他們在那邊辦黑客松的規模 完全是我們台灣無法想像的 他們還要幫忙 就是就那個台灣同鄉會 煮台灣小吃 兩天一夜煮台灣小吃 然後還要幫忙 大家補助那個 從Boston到紐約來的車票 然後從哪裡飛過來的飛機票 然後弄了這樣子一整個 那這個專案就是 幾年前他們做的 我覺得還蠻熱血的 它叫國家寶藏 國家寶藏在哪裡 就是在美國國家檔案局 裡面有很多很多 台灣的相關的資料 都是一盒一盒放在 美國檔案局裡面 我為什麼知道一盒一盒 因為我去過 然後裡面非常的森嚴 就是你把東西拿出來 你如果沒有用它 規定你用的這些小工具的話 那個一直遊走的那個警衛 會過來盯著你說 你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你不能拿自己的東西拍攝 相機不能拍攝到別人 一定要對著這個文件拍 然後要怎麼樣再把它放回去 然後要戴手套啊什麼的 所以在美國國家檔案局 有大量可能有兩千萬筆的資料 在裡面 日本、泰國 他們是國家出資 有一組人在那邊 一直一直一直拍 就是早上 我們就看到 那一隊是日本隊 那一桌 就是他們自己的工具 這樣拍 那台灣呢 台灣的團隊呢 是G0V黑客森出來 他們寫了一個APP 然後讓大家可以任務分組 然後用手機來拍 我看到日本他們好像是那種 就是那種翻拍的機器 然後呢 這樣的團隊 他們一次 一個月從紐約 就一車 大概就是一車 就是一個Van 可能七人坐 下到華盛頓的美國國家檔案局 然後他們就排一整天 然後再回紐約 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民間的方式 在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就是有點遊戲化 那他這個 發起人是說 他希望 他覺得這個是可以做 20年的事情 解密的文件 就可以把它派出來 那他就是 有各種不同的任務編組 那這個限制是什麼呢 就資料多到爆 有沒有可能是 依主題挖掘呢 那這個他們還在思考 因為依主題挖掘 可能會有不同的 對內容的策展 你是要專心去挖 開發誰的資料 那那個是不是 只是在做很沒有 沒有目標性的開放資料 這個就有一些不同的辯論 好 那最後一個例子 Line用的這個機器人 回報機器人 他就要真的假的 這邊有台中人嗎 台中人很像在講 真的假的 那這就是如果有謠言的話 他就是希望可以回報 謠言不實資訊或是假消息 我們現在比較不說假新聞 因為各種原因 好 那這個叫Cold Fact 他就是有一個 他有點像是希望用維基百科 編輯的這個原則 然後有這個編輯的小組 編輯的工作者 貢獻者 來幫忙闢謠 那但是 我覺得限制是這樣子啦 限制就是造謠靠張嘴 所以PL跑斷腿 而且PL的速度一定比不上 這個不實資訊傳播的速度 和這個造成的影響 所以現在事實查核 相關的很多工具 都會有一些困境 那這個工具 他是一個聊天機器人 那後來也有人再把它寫 寫成一個叫做美玉儀 那這邊有人聽過嗎 美玉儀 美玉儀 沒有 有 嗯你有 你是SeaCom的嗎 不是 美玉儀就是延伸著這個資料庫 真的假的這個資料庫 再去把它寫成一個 有點擬人化的一個人 一個阿姨 美玉儀 然後他就 你可以把這個美玉儀 邀請到你的這個LINE的群組 那有人 如果你有個長輩 就貼了一個 所謂的不實資訊的時候 美玉儀就會跳出來跟你說 這其實是假的 這其實是哪裡錯這樣 那這個就是怎麼樣 想要促進新聞生態 我們的新聞媒體試讀的一個工具 這樣子的分散的社群 怎麼樣做到我們剛剛講的這些事情 我們可能每個人都是在電腦前面 然後就是 我們一直講社群 好像以為是一群人 常常一起在 好像在黑客送那樣的工作 其實不是 大部分的時候 每個人晚上可能都在家裡 在自己的電腦前 孤獨的聽了音樂 然後在看了那個聊天室 在發生什麼 那 當時像八仙城報的時候 八仙城報的時候 距離民社群就做了一個 開放資料的查詢站 那裡面就有 有一些是台北市政府 整理了新北市政府的資料 再釋放出來 聽起來有點怪怪的對不對 對 就是台北市政府的資訊局 就很認真的去把資料釋出 那 當時就有人想要做這個 捐血站的資料 因為那時候好像蠻缺血的 可是 捐血站的資料就還蠻不及時的 然後 很分散 所以八仙城報 當時的凌晨 我這邊有這個聊天的紀錄 我們可以看一下 當時 可能有點小 我念一下 有一個設計師 就是剛剛設計這個貼紙 設計師就說 我想要找那個血庫存量 找很久 然後 那時候已經是半夜了 半夜12點 然後大概 過了15分鐘就有一個人 有人叫Cell Go 他就說Fail 就是那種像相聲演員 就要搭一個畫 就有人講了什麼 有人搭畫 這個畫才會接下去 對不對 到了早上7點半的時候 可能有一個工程師 上班前想要看一下 網路上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發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他說 還有什麼要幫忙的 這個就是事情發生的開始囉 然後到第二天的11點的時候 可能這個設計師 要吃 工作到一個階段 想要來看看 有沒有人有進度 他就問剛剛那個工程師說 好奇問一下 那個戈籃尾的架構 不知道能不能寫庫的資料庫 這就是一個還蠻重要的討論 他們之前是在做戈籃尾計畫 就是那個戈籃尾計畫是什麼 就是要罷免的 罷免的這個遊戲化的一個網站 所以他們在想的是 把當初遊戲化罷免行動的網站 拿來改 因為那是開源的 所以可以馬上拿來改 所以他們就在想說 要怎麼改呢 那馬上這個工程師又出現 顯然那個11點左右都沒有人在工作 早上11點的時候 大家都在做社群的事情 他就說你可以把圖先畫出來 搞不好網站就自己跑出來了 所以在一個公司裡面 工程師和設計師討論 可能是要先討論好 然後再一起做 可是在這樣的分散式的社群 工程師會說 你先把設計圖先畫出來看看 可能等一下我就會把它做好了 這就是彼此在激勵 彼此在推坑 然後到了晚上的時候 晚上快11點了 那個工程師又說 我已經開了一個project 然後把資料抓起來了 爬好放在某個地方了 就是早上11點 到了晚上11點的時候 他就把事情做了一些進度 他就先爬了資料 然後到五分鐘之後 這個設計師就跑出來說 好我馬上趕進度 他趕快去畫 他想要畫的這個網站的設計圖 所以這個就是具體 很多G01這樣子的社群專案發生的過程 他很可能就是在聊天 是這樣子發生的 然後這個設計師 你看他說了什麼 他只是說我想要做什麼 然後過了一天 那個資料全部都爬好了 他可能只要把這個設計圖弄好 可能就有人把他 把這個網站和前台後台拼起來了 那這個這樣子的概念 其實跟Wikipedia的這個協作方式 是有類似的 那但是這樣的工作方式更跨領域 他不只是在文字編輯 在這個文字的介面上 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做這樣的 就是協助這樣的社群繼續下去 比較像是說我們有公民 我們有NGO我們有政府 那怎麼樣在這個公民和NGO的這一塊 可以讓民間的力量更強大 然後更持續 然後更不會斷 那我剛剛講的很多事情不是我做的 我就是把別人的 別人做的事情把它串起來 然後來分享給各位沒有相關概念 沒有這樣經驗的人 對那些詞也都還蠻陌生的朋友 可能這樣會開始去了解這樣的事情 所以剛剛很多事情不是我做的 但是我想說我還是來分享一下 我實際做了什麼 我實際上我是一個 剛剛講我是一個文青嘛對不對 我還去流浪啊什麼的 然後我寫 我之前寫介紹文 就是介紹什麼是開放資料 我還用面當作一個比喻 所以我做了很多是這樣子的搭橋的工作 那我是一開始發起人 那再來是我是辦這個揪松 揪松就是在辦這個大松 就是固定兩個月讓大家不同領域的人 都不知道要幹嘛的人 他願意來這個地方來看看 來開始工作 我是揪松團的這個坑主 那我後來 我們後來也開始在辦這個獎助金 獎助金就是一個專案發50萬 我們現在已經辦了第四屆 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些 專案他是可以來嘗試 我們這個獎助金是允許失敗的 他是一個prototype fund 就是說你來試試看 然後你可以可能嘗試失敗了 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這個社會 是需要有嘗試失敗的空間 我們也需要有嘗試失敗的實驗的場域 讓大家願意把想法提出來 然後把這個結果開放出來 所以那後來我們就是有辦 去年我辦了summit 就是年會 那我們兩年辦一次 因為辦會實在太累了 所以這個是公民科技獎助金 我們剛結束 所以如果各位同學 老師也歡迎啦 就是有興趣明年可以來試試看 就是可以做一些 我們希望這樣子的錢是第一桶金 可以讓它繼續下去 那像年會就是 我們這次有33國的投稿 自主投稿人者 自主投稿者 就是很多我們沒有想像的 投稿國家都來 因為他們覺得 希望知道台灣這邊開放社群 開放自在開放政府 我們這樣跨界的方式 到底是怎麼樣做的 那今年就是我覺得 有一個很大的成就 就是解除 這是一個MIT的老師 那國際上他是一個大大 這是Ethan Suckerman 他就在地上聽演講 我覺得很棒 不是說因為 我覺得這是一個草根的氣氛 讓他願意在那樣子的環境下 他就覺得 他就抱著電腦 然後其實他也坐著 他就跟大家一起坐下去 然後就一起聽演講 那可能很多 他去其他場子應該都是被 被端到前面做好 但我們也有留位子 但他就是願意在那個氣氛下 就融入了這樣子 台灣特色的社群 那像我們還延伸的技能 就是可能要包辦 23國的獎者的吃獎助行 所以這個社群有某種程度 我們現在的邦交國 是不是只剩17國 就某種程度是在用公民科技做 國際的交流 國際的外交 就很多人願意來 然後我們也努力的幫他們辦簽證 有些國家是很難來的 例如說西藏 西藏的朋友 突破的朋友 他們要來講他們在 達蘭薩拉做這個資訊的 很辛苦的故事 那他的簽證 他要人到印度去辦 然後他在 我們這邊在透過什麼 就是很多很多的事情 需要去協調 所以像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會出現在公民科技的社群呢 我覺得這個也是 是一個台灣的特色 回到我們講說 怎麼樣成為一個科技的公民 那開放開源 一直在把這個開放開源的這個字 灌輸到各位的耳中 那我覺得另外重要的是說 怎麼樣打造新的跨界的黑客的文化 我現在會說 我願意說我自己是個黑客 我的黑客的概念不是 Hacking去寫程式 而是我願意用一個新的方式去想像 怎麼樣解決問題 怎麼樣去跨界 怎麼樣去了解不同的領域在做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永續 持續繼續 那這是我們五周年的黑客送的 這個照片 那我就後來就把這個 每一個人都標上一個 好像那個監視器有沒有 上面寫一些它的關鍵字 但字太小了看不到 就是在這麼多的不同的領域 有些是藝術啊 有些是生物啊 有些是法律啊 怎麼樣從一個好像中心化的 組織的想像 變成一個在發散出去一點點 那甚至可以成為一個網絡 它是Ecosystem 它是生態系 它是可以去解決問題的 然後它是協作性的 那圖式化來想像的話 可能它是長這樣的公民的社會 那是很多網狀 然後上面就會長出不同的成果 那我們可以想像這成果 又會彼此連結 為什麼 因為它是開放的 那我後面就一直在強調 這是台灣特色 因為我們放眼歐洲的公民科技的社群 美國的公民科技社群 亞洲其他地方的 的確真的很不一樣 台灣就是很多具體實作的專案 然後每個專案後面都有一些 不同的議題的團體 生根 那在台灣的這個架構也不太一樣 就是後來很多社群 下面這些都是社群 所以G0E是其中一個社群 跟很多其他的社群 一起有發起一個叫開放文化基金會 所以用這樣的架構 這樣子的組織架構 也跟其他的團體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整個開源人的社群 是很蓬勃的 所以我們就回應到 一開始我們說Snowden 說如果你面臨到監控 政府的監控 你需要希望做些什麼 請去找你在地的開源社群 那這張圖就呼應了我們一開始講的 台灣的開源社群就是非常蓬勃 那現在也慢慢像有一些人權工作者 他們也會開始開 開始去跟開源社群去有一些合作 因為現在資訊戰越來越嚴峻 所以這是我們有一次辦的黑客松 每一次名字都很怪 這是什麼 佛系黑客松 他說沒有人寫call 沒有人測試 沒有人部署 沒有人營運 食物來了自然會運作 那我要告訴各位這是假的 這是好玩的 其實這個社群的重點就是要 open collective minds 就是大家的腦袋 大家的mind 可不可以變成一個collective 可不可以是連結的 某種程度是連結的 連結起來之後還可以做事情 那一直有人在 那他就是一個公民黑客 Civic Hacking的精神 那對我來說 我是一個媽媽 那我會想30年後 台灣社會是什麼樣 我們的世界是什麼樣 因為這是很具體 我就看到我的小孩 他的未來 就是他會面臨的 所以我會希望這樣子的 開放的精神 十足的精神 開源的這些 民間社會的力量 一直都在 這是我小孩 所以我會希望開放自由的下一代 是因為我們現在做了什麼 然後他還會一直延續下去 那今天的重點是 5月25號有個黑客送 所以歡迎大家來 今天就分享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